姚简飞向新泽西州 于上午十点回到自家别墅 一放下行李 洛丽就问 亲爱的 这几天 你看社交媒体的亲人群了吗 姚简说 没看 洛丽说 他们怎么那么邪恶 姚简问 谁邪恶 洛丽说 你的中国亲戚 他们说 是你拔了母亲的氧气管 让他提前死亡 姚简说 那不叫邪恶 叫误解或误会 你用词重了 可他们都在污蔑你 洛丽气得满脸通红 他们照顾母亲那么多年 蛮辛苦的 批评几句 也是为了宣泄情绪 过一段时间 就风平浪静了 姚简解释 我讨厌他们拿母亲的生命 来编故事 都是些什么物种呀 摇剑听着不舒服 便提醒洛丽 亲爱的 请注意你的语言 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 过去 只要姚简一提醒 洛丽会马上说 sorry 但这一次 她竟然没说抱歉 说明她骨子里仍然潜伏着 天生的优越感 哪怕她平时没有表现 但在不经意间 会猛地冒出来 傍晚 姚旺黑着脸 从学校回来了 一进门 她就说 爸 你的亲亲 为什么总是用恶意揣测你 姚简说 我的亲亲 不也是你的亲亲吗 姚旺说 什么狗屁亲亲 我已经在网上 跟他们开骂了 姚简心里一沉 后悔没在亲人群里 及时屏蔽姚旺和洛丽 她怕矛盾升级 劝姚旺停止骂战 姚旺说 可是我气得肺都要炸了 姚简说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能控制脾气 在谣言面前 你不用控制 洛丽从厨房冲出来 我支持你骂他们 儿子 洛丽一拍餐桌 说 你们想没想过 明年我们还要回去 过清明节 还要跟他们打交道 还要拜托他们 照看好爷爷奶奶的骨灰 洛丽和姚旺沉默了 他们用同情的眼神 看着她 姚简发现 他们的眼神 和回国时亲人们 看她的眼神 相似 深夜 姚简偷偷打开手机 翻阅亲人群里的信息 看见上面 全是阴谋论 姚九九说 她半夜送夜宵 发现叔叔偷偷拔掉 奶奶的氧气管 于是赶紧冲进去制止 但已经来不及了 姚简想 她什么时候送过夜宵 我从来都不吃夜宵 姚老大 也就是堂哥 姚九九的父亲 她说 她调看了医院的监护 确证 沈身的氧气管 是堂弟亲手拔掉的 姚简想 他们家不就是想 多挣一点护理费吗 但也犯不着这样污蔑陷害 表弟说 表哥既有作案的动机 也有作案的时间 还有作案的环境 姚简想 这个表弟是著名的啃老族 在母亲病重期间 他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姨妈每求他来看一次 他就跟姨妈收一次出场费 除了真正的亲亲 群里还多了一些不认识的人 他们都是姚九九拉进来的 他们不摆事实 不讲道理 只是一通乱骂 而姚旺早在几天前 就跟他们对上了 群里塞满了不甘不敬的语言 每隔两三行 就有人问候别人的祖宗 这个亲人群是几年前为了方便沟通 由姚简拉裙建的 现在不仅不能在上面友好的沟通 反而成为相互宗 反而成为相互仇恨的场所 姚简很失望 她的手指悬在手机屏上 许久许久 终是下定决心 按了下去 就像按下武器的开关 从此 这个群被她解散了 彼此眼不见 心不烦 但姚简 仍然心事重重 她的脑海 时不时会冒出 关于氧气管的各种说法 有时候 她竟然怀疑母亲的氧气管 真是自己拔掉的 甚至会给这种想法 配画面 越配 越觉得真实 这种想法 就像一块窗口贴 贴在她的脑海 怎么撕也撕不掉 一天午后 她靠在客厅的沙发上 打盹 突然梦见了母亲 这是母亲去世后 她第一次梦见 母亲不停地 抹着眼泪 说 简儿 氧气管 是我自己拔的 你受委屈了 姚简 一个站立 呼得惊醒 放声大哭 这是母亲 去世后 她第一次痛哭 仿佛要哭出 全部的悲伤和思念 哭吧 她算了算时差 发现母亲 在梦里出现的时间 正好是 一个月前 她离开的时间 这边 这边午后 那边 凌晨 我怕她是从来 她的一半 都没有 我怕她是从来 在梦里出现的时间 我怕她是从来 她的一半 我怕她是从来 我怕她是从来